总经位在台北世贸艺馆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现场 立刻就被满满的艺术气息包围 19号下午举行开幕典礼 这次展览特地邀请四位原住民族艺术家参展 并以轮廓的书写为策展主题 我们也要谈到感谢原住民族委员会 从去年开始开往台北的策展区 带来原住民艺术家具有丰富生命的床作 我们之所以选了这四位艺术家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可以从 不管是各种媒材的讨论来讨论 因为既然是轮廓的书写 我们就希望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或是艺术媒材来讨论这个原住民的身份 或是原住民的文化个体 而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主任表示 期待这一次受邀的四位知名原住民族艺术家 一旦巴巴瓦隆 安胜慧 雷恩以及巴哈兰吉兰多元的创作风格 能透过国际平台彼此切磋交流 这个展可以讲说是前亚洲最大的一个展 那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也都在这里做这个展览跟展授 那我想我们很高兴文化部也愿意来协助我们原住民的公益家 能够有一个平台让他们来这里跟世界一流的艺术家来做冲击 这一届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一共有15个国家 123家画篮共同展出3000件艺术作品 展览期间在20号 21号以及23号 记者Rs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